久離開 新cember 7技能 規格 Rip Max 都是 好 在此感謝大家來參加 Google開 gallons 派對的議程 然後我們 最 happy Rip Max 劍砍G Fast GDG台灣 後台已經沒有想 你看我們現在GDC台灣的社群活動就靠他了 對不對 是不是壓榮 是啦 好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一下Hack 耶~~~ 好 謝謝大家的夢想 可能沒有人會想聽這個 這是按哪裡 這對哪來 他是不是 我來幫你點 你的話出來 點點進去 好 有有有 來 好 呃 我也是台科大的學生 去年是台科大志工所畢業的 然後現在在當後段工程師 然後 右邊QR Code是我的個人網頁 有新畫可以掃描這樣子 然後在研究所的時候也有擔任 TensorFlow User Group TypePay的 就滾在這 好 那為什麼我想要建造我們自己的網站呢 呃我們的 我們的網站是由Belly這個社群平台的一個 嗯 框架 它去 協助我們Google去建造我們的活動平台 然後這兩個是GG跟GDXC的活動平台 然後大家可以掃描去看一下它的界面 然後進去的話可能可以看到像這樣的界面就是 全部都是英文 然後 它很粗暴的就是把所有 呃 Google官方列上的TAG球都列出來 然後就是讓你可以搜尋 你對哪個 一題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哪一個 活動 對 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 你會看到它沒有辦法去 根據我們台灣自己 來找到台灣自己的活動 它會很粗暴的列出來 全球各地的活動是 你很難從裡面找到台灣的 呃 台灣的社群 對 你會被一大堆資訊干擾到 然後這個是我們GG台北的 呃活動頁面 然後可以看到它就是 也都是英文介面 然後會對一些可能對 英語比較 呃 比較不好的使用者來講 可能會有些 使用上的 反感或是落差之類的 對 然後 還有一題是它這個 登錄的介面 登錄這個按照下去之後 它會經歷一個很長的建立 個人資料的流程 但這個就沒辦法改了 好 然後這就是剛剛提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還有一點是 在這平台上面是 就在這平台上面是沒有 行事例這個東西存在的 就是 如果你如果 一般時候想要去 用行事例的觀點去看 我們的活動 會找不到 然後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 重新改造 建立一個台灣自己的 GDG的頁面這樣子 好 那這個簡單的架構圖 應該沒有畫得很複雜 那需求端 需求的話就是 能夠透過 貝里官方提供的API去 去建造一個全台的 活動資訊的匯整網站 然後 並且將介面 盡可能的 變成 翻譯中文 然後 降低 參與社群的門檻 然後 並且建立一個後台 方便其他的 organizer可以去 去修改 這個新建立網站的 活動資訊 好 然後 在後台部分 也有透過 驗證機制 避免一些 審查的進入後台 好 那架構圖簡單來講 會 像這樣 前台的話 就有個前台的模板去 呈現給用戶他們的界面 然後再透過 BED API去 撈取活動的清單 然後還有 資料庫的部分 會去 鎖影 在後台所建議的 活動 相關的資料這樣子 然後後台的話 一樣會有 資料庫的部分連結 然後 主要是透過 只要是在編輯的部分 然後後台的話 一樣會有一個模板去 呈現一個 比較兇指有膳的界面 給 我們Ogolider去操作 然後 然後 還有透過 驗證機制去避免一些 呃 沒有被驗證的人 進入我們的後台 那 這次 主要的 10多方向都是透過 Firebase 然後相信大家如果前面 有聽的話 應該他都幫我介紹完了 呃 主要就是透過 Firebase Hosting 還有Rata Database 跟 Revitation 這三個 主要的 服務去幫助我們 打造 然後 這整個網站 那 Fivebase Hosting的話 主要就是把整個網站 呃 整個股價都是放在 Fivebase Hosting 然後 對外的話就是 去 額外申請一個API 去 呃 申請一個網域 讓各位可以 比較容易的找到我們的網站 那Rata Database的話 就是用來儲存一些 呃 網站上 可以客製化的資料 像是 呃 網站的 標題 複標題 還有社群媒體 還有一些我們的 個人 GGG倉結的各 各自化的剪輯 各自化的剪輯 這樣子 好 那前端介面的話 我是使用這個 Gravteam 這是一個前端 模板的提供者 那他們有提供非常多 免費的 前端模板 然後都蠻漂亮的 然後他有提供 呃 Angular JS啊 然後Vue啊 就是各種 模板他都有提供 就是能夠方便各位去 使用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少那個QR Code 去他們網站看一看 就是還蠻多種的 前 呃 一般網站都有 一般網站也有 然後 後台關於網站他也有 好 那Fivebase Hosting 剛剛他們有介紹過 那我再簡單介紹一次 他就是 讓我們可以一個方便 簡單快速的方式去 部署 另拖管我們的靜態網站 那我們只要透過Fivebase的CLI 就可以輕鬆的 去初始化我們的Fivebase專案 然後部署 到Fivebase Hosting 那 在前面這邊 看到的這些 呃 不同的 前端的模板 他都可以 被Fivebase支援到 所以 門檻 應該算是蠻低的 好 那這個就是 呃 我重新建造後的 網站 那 可以看到他 大幅度的 減少了 搜尋的門檻 並且加上 行事曆跟近期活動 還有 合作伙伴的分頁 就是可以方便各位去 比較簡單的 找到我們的相關資訊 好 好 那Fivebase RataDatabase的話 它是一個基於 NoSQL的 呃 即時通報的資料庫 簡單來講就是 Json的格式 所以它 對我們這種 輕量級的使用的話 是相當 呃 友善的 因為我們不 並不需要儲存大量資料 我們只需要 儲存一些簡單的 資料 像是這個標題 副標題 然後 我們社群媒體的 URL 那最後一個 呃 倒數第二個用到的就是 驗證機制 因為 我們在後台 會需要提供一個 驗證方式 讓我們可以登入 但是 要把其他人擋住 所以我們會使用這個 使用這個 Offication去 進行驗證 那後台簡單的話 我們目前就提供 Google登入 那在 Fibase後台裡面 它有提供 相當多種的登入方式 然後在 呃 Fibase的網站上 也有提供一些教學 可以 快速的導入 這個 登入的驗證機制 那 還有一項是 雲端存儲的部分 那這個是 奠基於 GCP上面的 Cross Storage 然後它就是 用來儲存 圖片、影片、音訊 檔案之類 就是類似 開發 用 開發者版本的雲端硬碟 這樣子 那後台的話 大概會像這樣子 那後面會有一個示範網站 可以讓你們自己去玩 好 那這 這個 欸 那 右邊這個是 有開放出來 給大家可以自己改造的 Github模板 然後裡面有 一個網站 去 讓 等一下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好 呃 這個就是 在Github裡面 有放的一個示範網站 然後 呃 可以看到就是 從這個 呃 簡介啊 然後這個 副標題 都是可以 被客製化的 然後 下面的話 就是 建 介 然後 背禮平台的 API 然後去撈我們 現在的活動 然後這邊就是 我自己 設計的一個 呃 樣式 就是 直接套用到各個活動 然後 好 那這邊就是 登陸的部分 那 登陸之後 就看到 可以 呃 在後台 直接去編輯 各個 在前台看到 各種東西 這樣子 對 好 那 我的 介紹大概就到 這邊 然後 公商一下 BUD 他現在有提供 幫你總共有興趣 他可以使用 那這次的投影片 大部分都是由 BUD 幫我生成的 對 沒錯 沒錯 好 那 就是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的 聆聽 YA 我們再次感謝HANK YA 欸 有問題想問的嗎 有有有有有 就是在那個資料庫裡面 就是存哪些資料 是社群活動的時間地點之類的嗎 就那個SKEMA怎麼設計 喔 SKEMA部分 SKEMA的部分 是存 讓我找一下 讓我找一下 好 好 我找那個 示範檔案給你看 好 這裡 這邊的話就是存門年度活動的資料 然後 還有主要 主頁面的 呃 介紹文案 然後 呃 最上面那張 主 主橫幅的圖片 還有 橫幅下面 上面壓上的 標題跟副標題 還有 Youtube的連結 欸 在Youtube的連結 等一下 要看一下有沒有 好 然後還有我們合作夥伴的資料 跟 我們社群連結 在這邊有列出來 還有 團隊成員的部分 這樣 對 對 嗯 嗯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它是同步的 我透過API 老說它就是 變同步 同步到這裡來 怎麼同步的嗎 好 BABY API 等一下我找一下 剛好 又開著 這個 他們有一個 後台 不是 剛才說它有個說明文件 它這有跟你很詳細的簡述說你要怎麼使用它 它 呃 我這邊是有寫一個自己的中文版本 就是你只要更改 更改你的 API端點 前面結上 GDG或GDSC的 欸 沒有什麼 的網域 然後後面接API Dash API 然後 喔這裡這裡這裡 這個 就可以存取到它的API了 嗯 不然我把這個可以分享給你 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掃一下 好 喔 你要做正大的 喔 嗯 我是做統整的 但是他們各自都是沒有抓 好 好 謝謝 嘿欸 Eu Appenz caregiver 你一講的再隨性 我剛才有講的 我說有隨性嗎 Aqui前面都泡了 講完 很好 好 收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